欢迎您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 刚才我们跟潘教授 特别从一个拼子大赛 我们谈到了一个英语的学习 潘教授其实说到英语学习 我们刚才你也特别提到了 其实要想学好一个英文 要把这个字拼字比赛也好 英文学好的话 对英文本身所在国的文化的了解 是必要的 这里面因为我们是媒体 我们又作为一个媒体人 我们比较敏感的东西是什么呢 文化交流或者说文化 文化承载的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特色 和国家的一个传统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价值观 意识形态 这个问题我要请教潘教授 也就是说 虽然中美现在有一些彼此之间的冲突 但是中美之间并不是敌人 中美之间还是有很多共同利益 但是不能不承认 中美之间在意识形态上 在价值观上还是有些不同 当然 也就是说 毕竟你的英文交流是和美国的英文在交流 如果你在跟印度英文去交流 那是另外一个概念 如果你和美国的英文交流 势必文化中承载的有价值观的问题 我不知道我们的这个文化学者们怎么考虑这个问题 您提到这个问题可能就是一个更高端的一个这样一个问题 在后面我想是涉及到这个 ideology 意识形态上 这个两个的它的阶下冲突这样一个问题 在这个层面上我想首先讲到最近我跟国内的有很多代表团有一些交流 也是提到说现在关于国际社会的发展 那怎么能够取得一个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是提过一个说法 叫做中美两个大国应该建立一种合作共赢的新型战略友好关系 那现在中美之间已经把人文交流作为一个很重要的 中美之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战略的一个举措来再谈 没错没错 所以我想这个是当然从国家的大的层面上来谈 那刚才去到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话题 是这个作为它的 以它为依托的这样一个基础的语言文化 我想呢其实这个可能是说不说意识形态 但是还是说我们会说到一种思维方式上 怎么去处理这种 更准确的思维方式 对思维方式上 怎样去处理这样一些问题 我想呢其实可能我从一些小事去说起 我有接触到一些这个新来的留学生 那他们有这个住住房子的时候呢 比如说住住美国房东的房子的时候 有的时候有些学生会跟我讲 跟这个房东很难相处 很难相处 那时候呢其实我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因为希望帮助一些学生 我去帮他们去了解了一下具体是什么情况 跟这个中国学生谈过以后 去跟美国房东谈过以后 最后turns out 发现其实双方都觉得很委屈 双方都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个好人 想帮助对方最后互相不能够理解 communication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说communication is the key 对啊那个这个这个东西呢 我想可能有有语言上的表达的不精确 因为在这个出来的留学生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 在我们的这个这个思维方式上 还有一种传统的思维方式上的一个做法 我们中国人讲究比较 我们的传统理念上讲究比较 说叫我们讲人性话 我们中国人会讲这样一个话 人情啊 讲人情 就是说希望多有一些这个通融变通 比如说我有什么情况 希望你能多根据我的特殊情况 多做一些考虑 比如说我有留学生 我家里可能我有一个朋友 从纽约飞过来看我 我希望他在我住的这个地方要住两天 然后下个月可能我妈妈要来 我希望他再住一段时间 中国人觉得这是一个很人情味的问题 在中国这个不应该是问题的问题 那美国人他可能会觉得 我们应该buy the contract 对啊 美国人是很死板 用我们中国人来讲的话很僵硬死板 他说这个是在纸上写好 你当年签约的时候就签好说 你不应该有其他的人要来 如果要来 你一定要先提前跟我打招呼 先取得我的approval 对啊 中国人说 come on 这个是我的sister come from New York 所以我想其实一个是语言 一个是传统的文化理念上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这种冲突 就造成了很多可能双方的不理解 双方对对方产生了这种意见 导致可能会有就是说更多的不好的情绪 就导致更多的不好的结果 所以 确实你刚才潘教授说的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我们这些来到美国的人 无论是早年到的 还是现在来的朋友们 都有一个语言观要过 其实语言观过呢 我记得我刚到大学的时候 觉得自己在学校 学英语 讲培训嘛 我还专门跑到北京外国语学 现在语言大学去培训 觉得自己差不多 凑合吧 没想到真的不行 最后我跟我的教授一开始交流是 写黑板 但是后来慢慢就好了 对对 所以我也有时候 我会把我的一些想法 跟一些年轻朋友们分享 我就跟他们讲 如果你能花多花一点时间 作为一个新移民 多花一点时间 先过语言观 没错 没错 其实这一点非常重要 没错 我相信这个 我还是希望您能给我们一些新移民们 在语言方面给他们一些 给他们一些建议吧 好的 我非常赞同您的这个观点 首先就是说 我们中文有句话叫做 磨刀不物砍材工 没错 对吧 你如果说是想一步登天 跳过你的这个语言基础 去做一些其他事情 我觉得我们中文就还有句话叫 欲数则不达 这个我觉得我们老主重 给我们总结的这些 已经是总结的非常好 在这个具体的这个例子上 我也是接触很多这个学生 有些比如我们来的新移民 有些新的留学生 刚开始在这个 在这个我们叫这个IEP 就是这个开始的 这个语言准备课程里面学习 很多人不愿意在这个里面学习 总是想 我直接就要跳到大学里面 去上那个课程 但是呢 因为开始准备的基础不足 导致于在后面 因为美国的课堂上 你也知道 就是他会要做大量的presentation 然后有大量的阅读的 老师可不管你 老师可不管你听得懂听不懂 他就必领讲他的 对对对 还有包括写作上 我们刚才也提到 我们中文的写作 跟英文的写作 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别 我们中文讲究文采 文采我们有个散文 我行散神不散 我其实是很散 但是我的思想没散 但美国的这个大学里面 还有这个教育里面 他要求的不是 他要求你 行也不能散 你是非常的 那个第一句话 最后一句话 整个段落怎么样 包括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在这个我们中国 像我在北大上学的时候 从高中到大学以后 大学以后 我是在经济学院学习 那我们进到这个大学以后 是没有再进行中文学习的 但是美国的大学不一样 在这个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我在这里任教很多年 在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这个Ustie Riverside为例 这个学生 美国学生进来以后 一样要休息四门英文课 English 1A 1B 1C 还有一个writing 所以说这个都是 必须要去完成的 那对于我们新移民 就是美国人 对自己母语为基础的 这个学生 都是这么重视 我们新移民 新的留学生 那就必须对这个更重视 像我想其实这个 刚才我们讲到 这个语言这一关 是必须要去经历 必须要去学习 必须要去跨越的 那怎么跨越 不是说你跳过去 绕过去 bypass 那个是没有办法的 You have to go through it 所以说 我有些朋友 像我们在这个 洛杉矶这个地方 很有特色 那有很大的 华人居住区 很多中国朋友 就是新移民 就是长期居住在 华人区 每天这个 中文电视 中文广播 每天整个生活 接触的环境 是全中文的 这样一个环境 去找警察 也可以 警察是中文 讲中文的 上医院 医生可以讲中文 所以他最后 失去了这个环境 和失去了这个动力 实际上我认为 是非常可惜的 非常可惜的 我觉得这个 新的移民 应该尽多的 融入到这个 美国的社会里面去 利用各种机会 来进行的 英文的这个学习 一个是了解语言 第二个像刚才 那个小姐您提到的 这个是对于文化的 一个很深的了解 那在美国的 这个社区里面呢 它有很多 广泛的这个 adult school 对啊 它会provide free english education 我想呢 这个一方面是 对于英文的 免费的学习 是个很好的 同时呢 它这里面呢 还有一些 来自于其他国家的 这些新移民 也在里面 美国本身是一个 移民国家 有非常多的 不同的种族文化背景 我想其实 利用这种机会 到这种 adult school 去坚持的去学习呢 一个能够提升 你的语言 第二能够 make new friends 第三 understand the culture difference 文化差异 来自其他国家 我还记得我老母亲 来美国的时候 每个周末 也会坚持到 这个adult school去 虽然他没有 连abg city 都不会在中国 但是从这里 慢慢的学习 也会掌握一些 基本的词汇 然后日常生活中 可以有一些 基本使用的 一样一个东西 我觉得这是 最基本的 第一点 应该要去做到的 而且英文呢 在美国这个社会 如果开口开不了 更不要说 你能够写东西了 其实我们很多 中国留学生 最困难的问题 可能待时间长了 你的说话 你的听力 也许这官能过 但是写作 用字 很多人一辈子 都过不去 不管怎么样 最后一点 我还是想请教 潘教授 就是说 其实通过这样一个 拼字大赛 通过这样一个 对中国年轻人的 一种教育 我们抛开文化 和意识形态不谈 作为一种语言的学习 写落笔成字 落笔成文 其实这对我们来美国 一段时间以后 非常重要 写 writing 没错 能有什么样的建议 这个的 我觉得写作这个方面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力 而且写作的话 我想呢 其实它在后面 体验了你的思维 对 对吧 就是你的这个逻辑性 你的思维 是落到你的文章结构上的 因为我们在大学里面任教 我们这个教授 MBA的课程 我们经常要看 它的这个business proposal 或者一个academic essay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你一读 你就可以反映出这个学生 第一 看着语言能力 还在此基础上 你还能反映它的思想能力 这个东西 我觉得是体现在上面的 所以我觉得呢 对于这个学习上的 英文写作来讲 像第一 我想刚才你已经反复提到 这个对于字的精确理解 和亲切使用 这个我觉得是首当其冲的 这个是首先要会 要了解 所以我们在这个SAT的考试 GRE的考试这里面 它都有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verbal的这一个部分 对于词汇的精确了解 多一词的 这种可能会产生奇异的 这种词 你要怎么去把握 去怎么使用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一个呢 我觉得在写作上 跟刚才我们讲的 这个思维逻辑能力 结合起来 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你怎么去把你的思想 以最有效 最简洁 最容易被阅读者精确理解的方式 去写下来 所以说我们其实在这个写作方式中强调 开篇民意 然后论点 怎么直接了当的提出 我的这个接下来的文章结构 然后在每一段的开头 去阐述我的文章 这个段落的要点 然后去展开 最后去总结 这样的话 你给一个读者 很清晰的一个思维 相当于他在读你的文章的时候 他已经看到你的这个文章的一个地图 一个structure 一个构造 所以他很舒服 而且这样的话 他能够能理会你的思想 他不会对你产生误解 在中国国内有一些呼声 特别对英语学习有些呼声 最早的时候 全民学英语 那就是最典型的 我想我们所有朋友都知道 这个新东方 就一个教英语的 最后居然能成为一个产业 能形成这么大的一个 全国范围内的一个覆盖 而且最后还能上市 对 哎呀 说实话 有时候我在跟美国人讲 美国人都不信那个事 但是呢 说明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改革开放以后 英语热 对中国跟世界的对接 中国的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特别是对西方国家的这种认知和了解 应该说有帮助的 就在前不久 也就是说2014年开始吧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声音 认为说 我们是不是矫枉过正了 我们以前把英文放得非常不重要 从后来我们恨不得 从小学幼儿园就开始教英文 就开始学英文 使得这些很多孩子们 连自己的母语能力 现在都受到质疑 您怎么看 就是说作为一个非英语的国家 如何来英语教学 您的经验和您自己的理解 这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我的想法 实际上我觉得 首先语言是极其重要的 像刚才我们提到 它是一个文化的基础 是思维的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 语言它包含了你的母语和外语 我们首先作为中国人 我们的母语肯定是必须要精通的 这个是首先不能有任何的 难称自己的中国人 对 在此基础上 我们就是刚才谈到 英语这一点的学习 我想其实可能这些年的 就刚才您也谈到 过去大概二三十年 这样的一个趋势 首先我觉得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英语的一个学习 有一些这种是 随着刚改革开放 然后有于出国的需要 那有这样一个 属于硬式教育的 这样一些比较多 那是个硬式教育 对对对 就像您讲的 刚才讲新东方 他的这个 余敏洪老师最开始办理的 这个就是大家 这个考托福 考GIE 书面那时候 而且考托福 不用考口语的 有没有 所以我们讲那时候 学的是哑巴英语 只要过了听力 过了语法就可以了 对对对 所以说我们的 很大一部分的 对英语的学习 实际上是很功利性的一种 硬式教育 为考试而考试 为考试而考试 包括我们国内的高考 也是同样的 就是这套提醒 反复的去做这套提醒 把这类的老师说 这个是要考的 我保证他要考的 然后学生去记住就好了 这种我觉得 能够解决你的一些功利性 实际上的短期目标 但是不能够提升 你对这个语言文化的 深入的了解 所以我觉得我们近些年 这个国家有改革的一些方向 像提到在高考里面 英语不是作为一个必修的科目 去跟其他的科目 一起来参加考试 我觉得这个可能会降低 我们这种功利性的这种目标 但是我觉得英语的学习 不能放松 其实我觉得这是个 很好的一个政策 同时这样的就告诉了大家 你不用把它作为一个任务来完成 但是我们同时应该认识到 英语文在过去的这样 一百多年两百多年 它在世界上发展成为一个 非常流行 广为流行 覆盖面积最广的这样一个语言 它承载了很多东西 举例为言像我们在学术界 这个有美国的学术圈 欧洲的学术圈 亚洲的学术圈 那最高质量的这些学术论文 它都是发在英文的这个期刊上 那如果说你的英文能力有欠缺 你就很难去直接去阅读 这个一手的这种最领先的 这种人文科技成果 那这样的限制你的 人文科技的水平的发展 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 包括我们很多汉语的东西 我们讲汉语的时候 我们中国理论上来讲 应该是我们最大的汉语保护 但是实际上西方的 他对中国的汉语文化 我们叫Eastern Studies 东方学 这一块也有很深入的研究 实际上我的父亲是中文系毕业的 在国内的是中国作协的作家 他第一次来到美国的时候 当时我在印第安那大学 当时教授在那里任教 我带他到我们大学的图书馆 东方学系的图书馆去看 他会觉得大开眼界 就是说他在那里看到了很多 他之前没有接触到的 中文方面的点击和资料 所以我想就是说 这些资料在西方的研究里面 它有很大一部分 它是以英文去研究中文 或者研究中华文化 对 所以我想其实就是我们要放开眼界 来更多的学习和吸收的话 那这一块也是同样的 你有了英文为基础的话 你可以对更好的有文化的学习 包括对自己文化的 从别人怎么来看我 我们讲知己知彼 我还知道别人怎么看我 那我的学习可以更深 那还有刚才我讲到的科技领域 学术的发展 这个都是在一起 我想国内对英文的重要性 应该是毋庸置疑 无论从教育政策的制定者 还是到每一位家长 他无论是为了应试教育 还是为了孩子以后的发展 英文大家对他的认知的重要性 我想这一点可能不需要大家过分强调 重要的就是说有没有矫枉过正的 比如说我记得我是医学院毕业的 我记得后来有一段时间我们医学院呢 结果有一些人跟我索要一些美国的医学的医学院的这个教材 我说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们现在医学院讲课要用英文讲 我说这好像有点不大合适吧 我说他连中国说我们学中国人都有累的累的已经不行了 医学院非常非常辛苦 我们医学院一年一个学期有会学八九门课 修八九门课有时候一门课就是两三个月 一门课就要结束了 所以你要修八九门课那压力非常大的 我说你再用英文去讲 他那中文还没搞明白你再用英文去讲 所以我后来我说我是可以帮你这个忙了 没有问题就是说在我们大学里大学图书馆都有卖的 不管贵和便宜都可以给这搞得到 就说问题我是说这算不算 有点假如果说我们是语言学校 如果甚至我如果是这个我原来我家住在对外经贸大学 经贸大学有很多很多的老师都是我的朋友 他们英文讲的非常非常好 他们上课就用英文讲课 像高熙庆啊像这几个人 他们都用英文讲课那我没问题 经济学那可以 可是到科技上我不知道您怎么看 我们是不是要交往过正 这个东西我看 我觉得可能看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 我自己的学术领域是经济学商学这一块 我印象里我们在当时学习经济学的时候 其实中国我们比我们更早的时候 是学习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到我们的时候在北大开始这个西方经济学的学习比较多 那个时候我们在国内是存汉语教学 肯定是存汉语教学 有一些这个简单的一些英文词汇 那这个来了美国以后呢 那就是纯粹从一版教材跳到另外一个教材 来看看存英文的这个教材 那有很多词汇呢 对于我们来讲相对是比较新的 甚至不光是词汇 其实有很多我们已经用文献的时候 我们中文讲这个作者啊 是这个中文艺名 但是跟这边英文对不上 对不上 这就常发生 经常发生 经常发生 所以说我在想就是说 这几年国内的这个大学学术界 要求呢越来越多 包括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问题 医学院我想这个可能是更严重的 我知道比如说在北大的这个博士班里面 像商学院的博士班 官方管理学院博士班 这个要求很多是要求 全部用纯英文来教学 这个是否脚光过正呢 我觉得这个可以探讨 双方都有自己的这个观点 从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是说可能 应该是双两边都需要病重 我个人的观点是两边都需要病重 为什么呢 就是还是我刚才提的那个观点 因为可能目前至少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年代 世界上最顶级的这些科研成果 这些资料 它还是以英文为载体的 大多数文为载体的 所以说如果说对这些科技名词 不是足够了解 对一些专业名词不是足够了解 专业研究不是足够了解 可能就要经过别人之手 才能够去阅读这样的资料 同样自己写作的东西 自己发表的科研成果 要通过别人再帮助转化才能回来 到我们现在讲那个SCI 这个发表 所以这个过程呢 可能就会打了很多折扣 是 我想可能会打了很多折扣 对 一旦翻译就一定会有一些东西 不能客观的准确的表达出来 对对对 所以我个人认为 作为在这个商学院 也是带博士生很多年 我是认为 可能双方都是需要病重 我觉得是缺一不可 当然这是一个很辛苦 很繁重的工作 但是可能选择了这条路 可能就没有这个办法 如果要去做科研公关的话 我想可能就没有办法 那当然作为一般的这种 本科生在这个阶段的话 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基础的了解 了解一些专业术语 这样能够去便于 比如说因为你可能 不一定需要去阅读 那么最前沿的这种学术文章 但是比如说国外的这种 科研成果在新闻上 你能够read news media understand some terminology 这个我觉得可能在这个程度上 就可以完成这一个阶段的教学目标 所以我想可能取决于 在哪个阶段上吧 我想 对您说对 其实我是觉得 我同意您的观点 也就是说 一个要根据自己的专业 一个要根据自己的层次 也就是说在你需要打基础 需要基础知识的时候 也许我们的汉语 理解汉语和记住汉语 在那个阶段 要比你理解英文 记住英文 要容易得多 起码那是一个基础的知识的 一个锻造过程 确实英文的学习 在中国有很多的争议 特别这个最近中国的教育部有意把英语的在高考中的分量有所降低 其实这个东西也不能说对或者不对 原因就在于说大家要看我们的孩子们在未来成才的过程 成才以后对他们未来的选生活 进一步的学习和他的生活当中 未来的发展当中 到底有多大的影响 应该说现在我基本上 现在年轻人出国 我经常碰到一些人 这基本上英文都不错 出口成章 不像我们当年出国的时候 大家留学生凑在一起 你有时候我们在学校里头 大家在大学里面 学校里头 碰到中国人 你跟碰到亲人一样 就迫不及的讲英文 然后旁边的美国学员就说了 Please speak English 这出于对别人尊重 所以有时候我们两个中国人 就得磕磕巴巴在那讲英文 现在想想也挺有意思 那也是一种经历了 对对 您说的这个 我还记得我刚开始来读博士的时候 我有一个教授是日本人 他当时在课堂上讲了一个笑话 我们中国学员都非常有感触 他讲了什么笑话 他说我来到美国留学的时候 发现美国的教授都非常喜欢 在课堂上讲笑话 每次美国教授讲完笑话以后 美国学生就哈哈哈哈哼哼哼哼笑 我们国际学生就互相看了大家以后 然后笑了 然后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没有明白这个笑话 所以我们笑了 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对西米 中国人也好 日本人也好 其他还有包括阿拉伯人 其实他们也有这个很大的问题 对对对 那谈到现在的中国学生 留学生 他的英文能力呢 有一定能力提高 我想这个是一个好的基础